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到周末假期 高美湿地总能吸引大批观光客前来朝圣 虽然增加店家薪剂收入 却也间接影响到湿地环境 高美湿地的话是因为生态成就了观光 但是观光却杀了生态 尤其木栈道完成以后 从生态环境的角度来看 这是一个杀手 当我们要把一个湿地弄好的话 我们的人也不能太多 这样子会破坏自然生态 如果人太多的话 那些生物在那个水里都会被践踏而死亡 原本作为护摊固案的植物 护花 米草 近年来开始入侵高美湿地 因为有耐炎 生长快速的特性 对原生植物已造成严重威胁 移除主要是从生长季 也就是说大概在春天到夏天 尽量在它开花之前能够把地上的植株 地上的那个株体 它的金叶这个部分可以先移除 那移除的目的是要减少它 因为开花产生然后截止利用种子散播 那边都是啊 现在在岸边长的都是啊 我们一年大概会办六到七次的工作假期 三月一直到十月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我们几乎是一个月至少办一场 有时候会办到两场 那透过这种工作假期的方式 我们一次大概就会带到 八十个人到一百二十个人不等 然后就下到摊地里面去 然后去进行割草 透过工部门与民间团体合作 长期对护花 米草进行移除 不但能让民众了解湿地的重要性 还能避免湿地陆地化 造成生态环境严重失衡 南逃有位陶艺家蔡立坤平时不仅义务担任 轻度障碍者的陶艺老师 近期更把许多件作品捐出来意卖 为弱实团体筹募金费 蔡立坤原本是位美容师 退休后 为了要提升自己 让生活更充实 开始接触画画 开启他的才艺创作之路 他说 当学习碰到瓶颈时 就会转换学习别的东西 所以也开始接触了手捏陶 流离等等 因为心中有陶 所以最终还是回归手捏陶 现在不只是个专家 因为家里有重度残障的哥哥 所以对轻障 还有弱势团体 都会拨空去教他们玩泥巴 为弱势团体也加入文创 把自己部分作品拿去意卖 所得款项 作为他们的基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